韩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武器配置 其防御部队必须具备快速集中与分散的能力 因此步兵战车就成为了韩国陆军建设的重中之重 除了引进美制M113装甲运输车 韩国也在独立研制步兵战车 比如大宇公司生产的步兵战车KIFV 也就是K200系列步兵战车 我们今天的主角K21步兵战车 就是用于替换韩国K200系列步兵战车的 K21步兵战车车长6.9米 车宽3.4米 车高2.6米 战斗全重26吨 驾驶舱和动力舱位于车体前方 其后分别是炮塔和载原舱 该车成员3人 载原9人 最大公路速度76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500公里 车体部分采用铝合金装甲 关键部位安装复合装甲 而且K21步兵战车 不同于主流设计的厚重装甲IFV 反而比较像苏联BMP3 其底盘是全玻璃纤维制成 减轻后的重量可以大幅增加车速 在武器装备上 K21步兵战车可以说极为出色 其配备的双人炮塔上 安装有一门40毫米的机炮 以及一挺7.62毫米的机枪 40毫米的机炮 射速为每分钟300发 炮口出速为1005米每秒 除炮塔处放弹药外 车体内也存放有部分弹药 机关炮由下方的弹夹弓弹 可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榴弹 安装有进炸引信的榴弹 可以用于攻击武装直升机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 最大射程为4000米 在1000米的距离上 可击穿100毫米厚的装甲 在火控系统方面 K21步兵战车的激光测距仪的 最大测距范围为6000米 并且配备了敌我识别装置 其有效距离为3000米 瞄准设备为炮塔右侧的炮掌瞄准镜 捕获的目标影像 可以显示在炮塔内的液晶显示屏上 并且车长配有独立周式前望镜 可以超越炮掌进行射击 值得一提的是 K21步兵战车还装备了反坦克导弹 冷战时期 大多数步兵战车 都非常重视安装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如美国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苏联BMP系列步兵战车 日本89式步兵战车等 都可以发射反坦克导弹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研制的步兵战车 则多将反坦克导弹作为一种可选装备 如德国的美洲师步兵战车 奥地利乌兰步兵战车 意大利标枪步兵战车 和瑞典CV90系列步兵战车 都只安装了机关炮 而没有安装反坦克导弹 很多国家认为步兵战车的作用 将主要体现在违和行动 而非装甲部队的对抗上 但是韩国的情况不同 韩国陆军认为 正面对抗朝鲜装甲部队的 可能性不容忽视 因此有必要在新型步兵战车上 安装反坦克导弹 K-21步兵战车的反坦克导弹 以以色列的长丁反坦克导弹为原型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产化改进 由导弹研制厂商 拉斐尔公司的技术协助 反坦克导弹的实现其实不太难 炮塔左侧纵列排放两枚反坦克导弹 在车辆机动时 采用美国M2步兵战车上 逃逝反坦克导弹的收容方式 不过其保密工作做得还不错 新型反坦克导弹的制导方式 具体射程等人无法得知 但是我们可以从长丁反坦克导弹上 看出一二 该导弹是以色列的第三代反坦克导弹 采用冷却型红外线制导导引头 通过获取目标的热成像信息进行制导 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该导弹采用串联弹头 能有效地打击安装由爆炸反应装甲的 第二代主战坦克的装甲车 韩国以此为基础研发的导弹 性能上或许相差不大 所以在火力上 K21步兵战车是不缺的 但机关炮的实际作战能力并不高 该机关炮的前身是高射炮 虽然经过改进后可用于坦克步兵战车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技术问题 毕竟缺乏基础研究的武器装备 一定会在可靠性实用性等方面 暴露出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通过引进武器的技术 可以以较低的成本 拥有高水平的武器装备 但在装备性能以及出口竞争力方面 则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对于步兵战车而言 与火力密不可分的是数据链 车上的数据链可以使车长通过显示器 查看全球定位系统与惯性导航装置的信息 并以此确定自己的位置 车载数据链还可以与上级司令部的数据链相连 并与其他装有战车信息系统的装甲车辆 互相交换情报信息 驾驶员显示器上 也可以显示战车信息系统的各种情报 同时在原舱内 炮塔吊栏的后部安装有大型显示器 可以为载原显示战车之间的展开状况和周边地形 还可以供驾驶员查看发动机状况 行驶速度 燃油情况 以便尽可能的降低步兵作战受到的损害和发挥火力 在机动性能上 K21步兵战车安装了韩国斗山公司D2840LXE型石缸涡轮增压水冷拆油机 韩国此前的K2主战坦克和K9自行榴弹炮都采用了德国MTU公司的发动机 在军用发动机上 韩国的研制也总算有了一定的进步 该车每侧有6个负重轮 采用了液压悬挂系统 最大行程500公里 最大公路速度76公里每小时 越野速度可达40公里每小时 该车作为韩国陆军2010年装备的新式战斗车辆 在机动力方面有两大特色 一使车内驾驶舱前望镜比俄制步兵战车大 从而使驾驶员在B窗驾驶时可获得更大范围的视野 第二个就是具有两栖幅度能力 在世界各国的履带式步兵战车中 俄罗斯的BMP系列步兵战车具备水上幅度能力 可以说极具特色 美国的M2步兵战车虽然在研制初期 曾提出要具备幅度能力 但后来由于安装附加装甲 车重的增加 使其丧失了这一功能 K21步兵战车在幅度前要进行三项准备 首先展开隐藏在车体两侧侧裙板下面的膨胀气囊 以此增加车辆在水中的浮力 其次撑起车体前部的防浪板 第三在动力舱周围架设防水护罩 采用膨胀气囊 不必在车体周围升起高高的防水罩 车辆在幅度过程中 可以发射炮塔上的各种武器 但由于K21没有安装喷水推进装置 只能靠履带划水前进 所以其水上速度较慢 只能达到6000米每小时 在战略机动性方面 由于韩国陆军缺乏类似美国C5AB、C17A和俄罗斯安124、1276这样的大型运输机 韩国空军现役主力运输机为C130H和CN235M中型运输机 所以无法将K21进行快速远程部署 由于增加了幅度能力 在防护性能上自然就弱了一点 K21步兵战车的装甲防护由车体部分的铝合金装甲 以及关键部位的多层复合装甲组成 车辆正面能够抵御30毫米机关炮的攻击 侧面能防14.5毫米枪弹 但是其战斗权重仅为26吨 因此与世界其他国家30吨级40吨级的步兵战车相比 还很难断定该车在战场上的实际抗打击能力 日本89式步兵战车战斗权重为27吨 美国M2步兵战车的基本重量为22.9吨 安装附加装甲后达到30.4吨 德国美洲师步兵战车重31.4吨 安装附加装甲后达41吨 仅从战斗权重这一指标来看 K21步兵战车的装甲防护力只能说不如它们 在这种背景下 韩国之所以依然坚持选用铝合金装甲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自视铝合金技术非常先进 能够制造出抗弹性很好的铝合金装甲 二是只有采用铝合金装甲 才能使新型步兵战车具备幅度能力 以便提高在朝鲜半岛上的机动力 不过K21步兵战车 在关键部位采用多层复合装甲 炮塔正面还可以通过螺栓 安装一种模块化装甲 这些措施提高了步兵战车的整体防护能力 该车装有三防装置和自动灭火翼爆装置 还在烟幕弹发射器的正上方安装了一具激光探测仪 炮塔前部左右两侧各装有一组五具烟幕弹发射器 以便应对突发威胁 总的来说 K21步兵战车的整体性能是很先进的 与德 澳 西 伊等国研制的新型步兵战车相比毫不逊色 只是K21步兵战车的研制成功 并不代表韩国在步兵战车的研制能力上达到了世界水平 因为该车许多关键设备和武器都依赖进口 即便将引进专利生产 也算韩国自己的能力 K21步兵战车的国产化率也不过达到85% 这表明韩国的军工技术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 除为本国陆军装备外 韩国还希望将K21步兵战车推销出去 在广告宣传上 韩国对该车的优点介绍大致有两条 一是性能先进 二是单价较低 据称每辆造价为350万美元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推出的改型 以及新型步兵战车型号很多 而且性能上不低于甚至超过K21步兵战车 所以未来K21步兵战车 要想打入西方国家市场希望不大 但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350万美元的单价已经与俄制T90S坦克相同 比俄制MVP23贵多了 显然属于一种看得起买不起的奢侈武器 而且韩国国产的武器装备存在着一个明显缺陷 就是这些装备的技术开发和评价实验非常不充分 例如K1A1主战坦克上的120毫米滑膛炮 不断出现炮管断裂的问题 K30自行高射炮的火控系统不稳定 射击精度不高 K21步兵战车也在密封性和综合集成性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 不过凭借着可以发射第三代坦克导弹的这个性能 以及之后的性能改进 在出口上的销量也能有所保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各位朋友认为K21步兵战车的性能如何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们下期见 来 好 来 来 relationship